Hello 大家好 那这期视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台新设备GoPro 9 它具体有哪些功能 然后它和GoPro 8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GoPro 8 你该不该升级 那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 你该不该购买GoPro 9 希望这一期视频会给到你一些帮助 好的那GoPro 9 相比GoPro 8的话在外观上 它的体积 是比GoPro 8 要大了不少的 你要说大太多其实也没有太多 那应该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 那其他来讲的话最大的不一样 那就是它前面加了一块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 我觉得可以用于自拍的这样一个屏幕 那比如说你在拍摄Vlog 或者是你自拍照片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 如果你放在水下拍摄 或者是有雨的情况 那你在室外拍摄可能会有水的情况 它给到了这样一个凹槽 那这个凹槽是用于 比如说水进来之后 它用来捣水 它不会去覆盖到你的麦克风 那具体效果怎么样 其实因为今天是没有水的地方 不方便给大家测试 但是我试过以后它其实 还不一样的就是在GoPro 8上面 大家一直诟病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之前的GoPro所有的镜头 也都是可拆卸的 那比如说你遇到一些damage 就是可能划伤了它之后 你可以去购买一个配件 就直接给它换掉就好了 但是GoPro 8可不允许你这样做 你是必须要寄返场 然后它给你重新寄回来 这个我们不懂 那现在GoPro 9的话 它会给回这样一个设计 那你比如往外拉 然后旋转 然后这样就可以取下来了 那如果比如说你想换其他的镜头 还有到时候它会出的这个 广角的这个模组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更换 那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前置荧幕了 前置荧幕的话它给到了一共有三种模式 那具体来说应该是四种 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不用它 那就是从头到尾是黑屏的状态 第二种的话呢 你可以像前代GoPro一样 只显示你的拍摄时候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电量或者是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帧率的情况下去拍摄 第三个情况的话你可以把它做成16比9 就是你拍摄最终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质 什么样的一个构图 它你在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构图 那另外的话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全屏的一个设置 但是其实我不是会经常用到全屏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感觉去拍摄 因为你看不到整体的画面 那只对于你最后Vlog的构图的话 好像帮助并不是很大 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它就是我觉得自认为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在于电量上的一个提升 那相比GoPro8的话呢 它在电池的电量上提升了30% 那对于这样一个拍摄体验来说 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用前代GoPro的时候 我会一直去注意那个电量 但是这台机器我昨天拍摄了一天下来 一块电池其实也比较够用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拍摄需求 我的每一个视频也就每一个片段大概是在10秒左右 那这样拍摄下来其实对电量的需求没有这么大 但是用前代的GoPro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准备到第二块电池的 再来就是很多人诟病GoPro8的一个地方 这个舱门的设计 你往下这样拨它打开之后 再关回去的时候 你这样压下去之后你要把它扣紧 但是有时候你根本不清楚 它有没有扣紧 然后你在拿到水下去玩的时候 它会进水 很多人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在各种论坛上面看到很多 但是GoPro9的话呢 这个设计就会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那同样你也是往下拨打开之后的话 你比如说换了电池或者内存卡之后 你往下按压 它自动就啪的一声它就锁紧了 这样的话就会很保险 就不会出现比如说你舱门没有关紧 然后会出现漏水的这样一个情况 体积变大带来的一个好处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后面荧幕的这样一个变大 那相比GoPro8的话 GoPro9的屏幕是变大了不少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GoPro的问题 还是大家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GoPro8虽然屏幕小 但是比如说我在去选择菜单的时候 虽然没有那么淋漓 但是还是OK的 但是GoPro9发现选菜单的时候 你需要嗯嗯 戳不动 有时候会戳不动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还有一个更显著的提升 在两个方面 一个在视频拍摄 另外一个是在相片的拍摄上 那相片的拍摄上 它它从之前的前代GoPro的1200万画素 提高到了2000万画素 也就是说你在拍同样的场景的情况下 拍下来之后如果你去放大它 去裁切它的话 你可以保留到更多的细节 那另外的话最好的一个提升 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提升 就是它现在可以拍摄5K 30帧或者是24帧的这样的视频模式 也就是说比如说拍了一个5K的视频 因为比如说你上传到油管 这样的平台它是支持4K播放的 那如果你去做到一个5K的画面的话 你再去裁切它还是可以保留到 最起码4K的这样一个画质 你去用于做你的Vlog或者你的拍摄内容 这个是很棒的 还有两个很好的小功能 那这两个功能的话呢 说实话很有用 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经常去用它 到目前为止我拿到这台机器 可能有两个礼拜左右 我还没有真的去有遇到我要用到的情况 那第一个东西就是它叫做 捕捉那个精彩瞬间的这样一个宣传 也就是说你在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你还没有拍摄之前 GoPro9会帮你提前开始录 15秒左右的这样一个视频 那这样一个视频的话 就是你并不需要去按录制点 它已经开始录制了 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 谁小孩在外面游玩 那一个精彩的瞬间 你要去捕捉的话 有时候你拿出GoPro来 你去按下快门键 可能已经错过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开启这个功能 你拿出来再按下快门键之前 它已经帮你拍摄好了 这样一个时间段的这样一个视频 那可能那个瞬间也就不会错过掉 那我生活中好像没有做得精彩瞬间 所以没有用到 那另外一个功能可能比较实用 但是现在我也还没有用到 那这个功能呢也就是说 我觉得你可能出去交游 交游或者去旅行的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你要拍摄落日或者拍摄日出 或者我觉得可能日出或者是拍星空的 这样一个轨迹的 这样的视频可能会用处比较大 它的功能就是比如说你头天晚上睡觉了 那第二天早上你射闹钟 我一定要起来 我一定要起来 早上要拍那个日出的感觉 结果好死不死 你可能有朋友喝的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在零睡前 你把那个时间先调好 就是GoPro它在几点它可以自己启动 然后它自动就开始拍摄了 这个功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但是实际生活中大家生活在城市里面 可能没有那么多聚会去用到 那其实有是好 比如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那我肯定会用到这个功能 对吧 我一直一直期待的一个功能 它终于加在了GoPro的这个 就是正常体系GoPro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叫做地平线自动修正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话在我使用GoPro Max 这个台360相机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体会了 那就是比如说你的相机这样转动 在一般的GoPro拍摄下来的话呢 那个画面地平线是不平的 会歪掉 对吧 但是用了地平线修正功能之后 它画面会有一点点裁切 但是你去这样去晃动你的GoPro的时候 它的地平线是保持垂直的 那这边我拍了一个小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开启低频线和不开启低频线功能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最后就是GoPro9的话呢它这一代带来的一个体验就是 防抖大家都知道GoPro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这一代GoPro它叫做Hyper Smooth 3.0 也就是在很强的2.0的基础上 它又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 要说但是 在你实际体验下来 其实我没有感觉到有太多的不一样 因为可能我不是一个什么越野自行车的这样一个选手 我也不是 没有做这么多极限运动可能会不会感觉不到 但其实平常生活中 你去走路或者跑步路下来的 其实它感觉其实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把地平线修正这个功能打开的话 然后你再去做它的再再加上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Hyper Smooth功能 你得到画面就会非常好 那现在两台机器的话呢 一台是GoPro9一台是GoPro8 那两台机器的话呢 GoPro9我选择用的是5K24幀的这样一个帧率在拍摄 另外的话GoPro8的话是用的是4K24幀的这样一个帧率在拍摄 现在是走路的状况 那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它们的这样收音情况怎么样 在没有外接麦克风的情况下 GoPro9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 那另外的话GoPro8的这个声音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GoPro9声音测试123 GoPro8声音测试123 大家觉得有差别吗 那另外的话现在是我在一个走路的一个情况 GoPro9的话我是已经开启了这个地平线修正功能的 那也就是说我这样去晃动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异 就是GoPro8的话的地平线会是跟着晃动的 但是GoPro9的话是保持水平的 那另外那我现在在跑步的一个情况下 那对于这个Hyper Smooth 3.0和2.0的这样一个区别 就是防抖效果其实都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对于防抖效果的话 不用去做太多的比较 因为差别不大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个水平线修正功能 开启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这一次节目的话 可能会对于这个新的GoPro9 有一个新的认识 虽然我不是那么的专业 但是我使用GoPro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它的很多代产品 我有在购买 然后的话呢 就对于新手 你是要购买GoPro8 因为GoPro8已经降价了 那你还或者说 你有GoPro8 你在考虑要不要升级到GoPro9 希望会对你有一个建议 有一个帮助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拍摄Vlog或者是自拍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块前置屏幕 对我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今天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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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